真的咩 你這樣講我好緊張哦 如果要打給他的話 他會講做夢你 好 我心裡是有話要跟他講的 真的很可憐 美心在我心目中是一個 看似堅強但是又很落落的一個人 我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 好好的跟他聊天很久了 我大姐她從11歲的時候 就開始做光 就是你如果去敲我們家裡那個磚塊 都是她和她的血兒 我覺得她為家裡付出太多 我家裡有五姐妹 她是四個 因為我爸去年開始身體有點小毛病 所以我妹就是除了工作以外的時間 大部分都是照顧我爸爸 在我自己經歷過兩次手術 爸爸有說了一句話 其實我安排了你走上羽毛球這一條路 我不知道是對還是錯 她也是一個不喜歡肉麻的東西 就很少會聊一些私底下的東西 這件事情可能甚至她不記得 但是我一直很在意 明白這些話要說出口 但你又說不出口 很緊張耶 很怕隔離哦 沒有開開 只有我 只有我 現在在一個拍攝 然後我們講新年 你最想感謝的人是誰 然後我就想到我要感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 每一年你都會加車回娘家囉 不就跟你說你的輪胎要換呢 最近 怎麼 你就回應我這樣說 沒關係 你要自己學嘛 這個東西 我還以為這是我成熟的表現 你成熟的表現也同時讓我害怕 你不需要我耶 我是不需要你 吵醒 我是不需要你 你要take care爸爸 你會很累嗎 有什麼會累呢 小時候他take care我們 像我們take care他爸爸 我可以棒 我盡量棒 希希有沒有怎麼樣棒 然後好像什麼都是你做這樣子 沒有啦 謝謝你 為家裡付出那麼多 反正呢 我覺得新的一年呢 你盡情的玩樂 然後不要再辛苦吃雞 有 你看耶 你很美的 你去戀 安排我走上羽毛球這條路 你有沒有後悔過其實 自從你一受傷 我就對自己點贏的一個選擇 是有一點點的後悔 哎呀 為什麼我要比我的女兒去打球 可是如果我沒有打球的話 我就沒有現在的我啊 真的是我老了一個 特別特別驕傲的女兒 我真的不懂你會在意這樣的事情 我的天啊 我只想謝謝你 然後辛苦你 我沒有事情 我也想到你 再看一下自己 我要很感謝我的弟弟 對我這麼大愛 謝謝你啊 新年快樂哦 新年快樂哦 拜拜 拜拜 這些肉麻的東西其實不難講 而且對方也不會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難接受 說得出來其實讓我舒服很多 他親口跟我說的時候 那個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我是想叫我之前拍個禮 我叫我一下子 他說我下次看看他可能會報警警 體貌 是 三三三的 兩個 一個